我們如果默守城區就好像不能以視而俱進了 我們應該要改革 要創新 三藩市華富曾經是許多華人移民到美國時最初的落腳點 當時60年代的人口紀錄是三藩市的華人只有大約3萬人 時至今在三藩市的華人人口已經遠超過20萬 根據旅遊局在90年代的數據顯示 當時每年平均就有200萬人來三藩市旅遊 其中75%的遊客會到華埠參觀和消費 而90年代也是華埠最繁榮的時候 李彪在1999年接管了一間原名遠東樓的餐館 然後正式改為現在的康蓮海鮮酒家 他回想起他開以後的第一次驗會 李先生是跟華埠一起成長 因為他在60年代早期移民來到美國 亦可以說在華埠已經生活了半個世紀 屬於土生土長的魯華僑 他見證了整個華埠的大起大落 由於1965年聯邦政府對移民政策開放 導致全美華人的人口一直增長 如今三藩市超過20%的人口是華裔 無論是移民定居探訪親友或旅遊 根據旅遊局的數據 2015年曾創下5000萬人到訪三藩市的紀錄 這個紀錄也一直保持到去年 雖然這60年來華埠經歷過風風雨雨 每一次都能從打擊中調整過來 但這次情況就有點不同 今年3月份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美爆發之後 全國的旅遊人數急劇下跌了一半 而對三藩市要依靠做旅遊業生意的華埠 更加是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原本2020年在這間餐館開業100周年 單周迎來一個出乎意料的消息 李彪決定將在2020年年底12月31日 結束餐館營業 我們的股東認為我們不能繼續再經營了 雖然大家都很不捨得 華埠是三藩市受到疫情打擊最早的社區 他們是一月份以來第一批受到排外情緒影響的人 但早前 市長布里德 向受疫情影響的拉美裔 提供2,800萬資金援助 市長布里德 市長在過往營成到現在都沒有資助 只是幫助西邊人 你可以在原則上都好像不太高 所以在12月份中 華埠社區9個組織機構一起聯手 發信給市長布里德 要求華埠能獲得同等待遇 他們向市長要求撥款1,000萬 拯救華埠 其中530萬是用來幫助小商業支付員工資身 而420萬是被非牟利機構 專門與華埠餐館合作 為該社區弱勢群體提供線食 還有200萬是用在疫情後振興華埠旅遊業 同樣像康年就家 虎虎求傳的一間 在華埠經營了20多年的餐館東主表示 雄小姐所說的SF New Deal項目 是州府批資金給華埠餐館 在疫情期間為華埠長者送餐的計劃 該計劃是信上要求的1,000萬 的其中一項目 華埠有很多餐館東主 也像洪小姐和李先生一樣 參與了這個項目 市長在上個星期就干聯儲信 已經和多個組織的代表會面商討 但在會議上 只提及到現時的針對華埠撥款計劃 而對額外提出的1,000萬緊急救援計劃 並沒有作詳細回應 其實現時師傅是有一個資助小商業100萬 無需償還的計劃 上個星期 三藩市市三市佩思金 在公開的活動上公佈 他向市議會提出了一項 為華埠餐館提供190萬元救濟的議案 希望可以保護華埠 像康蓮酒家的老字號餐館 到過難關 這筆190萬元撥款 又獲得通過 將即時幫助社區送餐 亦使華埠餐館在疫情期間 可以繼續經營 但其實這十年以來 華埠的抹落 不僅是因為眼前的困境 而Starkton街 收錄也是其中之一 本來華埠的一項 興建十年這麼久的中央地鐵工程 或將可以為華埠 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原計劃是今年秋季 就可以通車的計劃 可能還要等到2022年的春季 不過李彪更是指出 另一個對華埠發展的關鍵重心 李彪表示 他在幾十年前 就有個紅圖大計 希望能夠將華埠的天后廟街 發展成為一條步行街 類似香港的大牌多 顧客可以實現 逛街、吃飯、救物 多個選擇 是超過四十年 但這個願望 都未能完成 我希望將來 新的一代、新的人士 能夠為華埠 建設多些這樣的工具 讓人多些來三藩市 十年如一日的三藩市華埠 仍然保留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和習俗 就例如每年的新春花車巡遊 吸引了高達數萬人都華埠觀看盛事 也都受到華埠各界人士和組織機構的支持 我們現在有很多活躍 我們已經過了新的前任的市長 李茂賢 我們社區的白蘭小姐 他就在這裡 帶動了很多政界和社會人士 來共用我們的地方 所以無形之中間諜 就是由他們大黃了華埠 就是這樣 近期新型肺炎個案直線上升 全美確診人數已經接近兩千萬人 而三藩市每一萬人中 平均就有30人確診 為了控制疫情 三藩市師傅 在3月15日頒布居家被疫令之後 根據三藩市華埠商人協會透露 現時華埠 刀板街從Boost街到Blockway街 八個主要繁忙地段 近200間店鋪中 剩餘45間正在營業 天下衛視記者李嘉宜報道